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我们叫落日症 病人的头特别的大 头尾也特别的大 病人的身体负担不起来这个头 那么病人就会出现这个驼背啊 头一直往下滴啊等等这一系列的表现 但是这个脑机水呢 作为一个西医来说 他就说是他非常了解这个疾病的发生 因为他脑机水呢 主要是就是我们大脑的脑室内呢 有大量的水积聚到脑室内 那么这个水会压迫到脑组织 导致脑组织的损害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一种手术 我们叫VP手术 也叫脑室腐腔分流手术 通过这个手术 也就将我们的脑室的水引流到腐腔 那么这样的水 它流到别的地方去以后呢 我们颅压就会降低 脑组织的压迫就会降低 那么脑组织的损害也就迎刃而解了 所以这个脑室腐腔分流手术是非常好的一个治疗脑积水的一个手术方式 但是它也不是说没有什么后遗症的 因为毕竟来说你做了一个手术 而且这个手术它是将你脑室的一个管子一直要引流到这个腐腔 那么这个管子一直要埋在身体内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异物 它就非常容易感染 因为最常见的这个脑室腐腔分流 最常见的并发症就是个感染的问题 一旦出现感染 我们就必须得要把这个管子引流管给它拔掉 然后重新的给它抗感染治疗 好了以后可以再放这个脑室腐腔分流的问题 那么还有呢 脑室腐腔分流 当然还在手术中呢 也容易引起这个出血的问题 因为毕竟来说你在做手术的过程中 你要从这个头的外面要放一个管子穿到脑室 因为脑室在脑子的中间 你要经过皮层呀 等等这些脑组织 因为脑组织里中有些血管 一旦你穿到那个血管呢 它就有出血的风险 当然这种脑室腐腔分流手术的这个分流管 其实脑室端呢 非常细小 而且前面是个钝头 一般来说都不会损害到这个血管的 但是呢 毕竟还是有风险 也就是说 我们如果能不做这个脑室腐腔分流手术的时候 那是可以不做的 但是如果要必须要做 那也是必须要做的 如果不做 它对它小孩的这个生长发育都会有影响 所以我们应当正确的评价这个脑室腐腔分流手术 不能扩大也不能缩小 我们到处了